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2点37分 跌50点 今天还好 撑住了 13700点 我今天早上的节目里面也跟大家预告 如果13700点跌破的话 那么回档会更明显 那今天果然是13700踩了刹车 守住了 一支手踏的 谁的手 当然是外资的手 外资在积极作帐 他不希望行情跌下来 可是外资也不可能一手撑天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跌的比较多 300多点 344点 那达克跌了0.8% 费腾报酬提跌了0.7% 起了很多 道琼涨了快4000点 道琼起了4000点 来到历史高点 可是要注意 指标很高了 所以未来几天 往下回档修正的机会是很高的 可是回档修正是好事 这是一种良性的换手 让路能够走更长久 毕竟行情不可能天天涨 趋势出来了 涨涨跌跌 是正常 那如果押回来 你要走路去 不要一回档又不敢接 到时候又要追高 那买 更要买对 更要买对 昨天美国 纽约市发布了 公立学校全部都停课 因为疫情太严重了 为了避免让疫情持续扩大下去 公立学校都停课 亚洲股市的部分 这两天跌最多的是 日本 日本昨天跌了1% 今天最多又跌了1% 但尾盘又拉上来了 因为南韩跟台湾 守得还不错 日本连续两天回最多的原因 已经漏两天了 死亡交差也出现了 因为昨天日本的廉价航空公司 亚洲航空 发布了 申请破产 宣告 破产申请 负债217亿的日元 估计有2.5万个乘客 已经买了票不能退费 希望台湾的航空公司 不要有这样的状况 航空股当然是比较危险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让很多人不敢坐飞机 甚至于很多航空 很多国家 出国出外 也是有限制住的 那台湾的两大航空公司 2618的长龙航 这个体质还不错 2610的华航 华航虽然体质比较差 可是有官方的力量在后面 行政院在后面 所以我们不会出问题啦 只是 跟大家提醒航空股 要小心 航空股还是目前 受到 这次疫情的影响比较重的 好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连续 13个交易日 外资大买了1650亿 完全跟我预告一样 我在那两个星期前10个天我就说了 外资会积极作涨 果然外资一直买一直买 一天买200亿的次数还蛮多的 那才两个多礼拜而已 已经买了1600亿 我就说后面还有的 11月12月这两个 恐怕买个4000亿跑不掉 之前卖了7000亿了 买一些回来是正常的 外资积极在作涨 所以我下来的时候 赶快搭 外资作涨的列车 赶快搭外资作涨的列车 因为每天涨跌的股票 很多 里面很多投机股 很多小型股 参差在里面 可是毕竟那些小型股 比较投机业绩也没有那么好 加上市场派主力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往往涨个一天两天 就没了 所以如果要滚滚滚滚 现阶段的重点就是外资作涨 你就锁定这个族群就没错 那这两天我逢高开始在调节一些股票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毕竟指数涨了1300点之后 指标也在高档 很多股票涨了25% 去25%先费的就没关系 对不对 你看我最近 昨天3227的原项 昨天原项206到208先卖 今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今天是不是掉下来剩下 193 一来一回就15块 一张就15块 10张就15万 原项下来还是可以再接回来 死亡交叉已经出现了 所以暂时会往下修正 等它修正下来重新再买 原项当然第四季还是很好 第四季的获利还会继续创 单季获利新高 因为原项不单纯是 任天堂Switch的感测晶片 包含 无线滑鼠的感测晶片 甚至于 耳机 无线耳机的降噪晶片 还有更大的在后面 你知道目前全球 监视系统 85%都是大陆 的市占率大陆的供应 监视系统里面也要有感测元件 那感测元件 几乎都是从海思拿货的 那海思现在已经被限制 没有金源厂敢帮 敢帮它代工了 所以那个订单流向台湾 原项是台湾 感测元件的最大厂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变成对于 未来的一个加分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原项都要 要求 原项都要求 你看到6510的经测 前两天来到808的时候 我跟会员讲 新买啊 我们655块要买去的嘛 已经一张 155块了 一张就15万了 一张就15万了 对不对 那冯高先卖没关系啊 你看今天掉下来 最低771 指标也在高档 所以随时进入修正的机会很大 但买到定却就好了嘛 这么大底部 多头不会那么快结束 可是 高了之后修正买到定却 所以今天我们 这两天也是逢高卖掉了 那今天4935的帽林 我也通知VIP会员 118 119都先卖 帽林从100块钱很快上来到120 一下子就20%了 指标也在高档了 所以新买来说 买来跟定卖 帽林今年业绩很好 帽林今年每股获利 10块钱跑不掉 比去年的2.6成长4倍 一斤公司一年 平均年隔壁四部那不简单 尤其它是 苹果 电脑的 键盘供应商 那苹果 新款的笔电 发表完之后 开始上市 对帽林第四个业绩也是加分的 所以帽林 接下来开始进入一个大多头 你看周线的黄金交叉的刚开始而已 所以在后面也会去 可是短线上先跑再说 20%没一个 都要定却就好 指标在高档 你要有一些调节 下来你才有钱再买嘛 不然全部都买满呢 那你没有做一些调节 大半都要热就没钱买了 所以帽林我们今天也是逢高 做调节了 包含3711的日月光头控 我们73块钱先卖一半 买一半都买一半 沒關係啦 那一泡站已经25%了 我们上星期72块买 70Q都回来 这两天73块买 买一半感情较买 日月光也是会够的气 外资最近积极在买日月光 光是在 11月就已经买了16万张了 所以日月光后面我个人认为 外资的目标价 88块 95块 会来 在12月下 下旬的时候 就会来了 可是指标高了之后 做点差价 买到定却就好 这一样是外资作涨 最重要的一支股票 那今天2327国巨 国巨我就不敢买 因为国巨一直没爆量 最近很多股票会回档 都会出现什么状况 爆量 对爆量回档 你看 对 出大量之后 爆量就会掉下来 昨天又爆量又掉下来 那如果没有出现那种爆量的情况 代表它筹码控制得很好 就不用怕 国巨还没有爆量 所以不用怕 今天有要冲出去那个味道 最高已经来到407元了 你知道春田制作所跟太阳幼电 这两天 日本股市回比较多 可是两家公司 反而是最强的 反而两家公司是最强的 日本股市 跌两天 它们不但没有跌还继续涨 这是太阳幼电 今天又小涨 你看太阳幼电 硬起来再做的 这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国巨当然我不敢想 不敢想创历史新高了 那钱30元 现在的获利条件来说 没可能会来 那 春田制作所 你看 这是创历史新高了 春田制作所今天是平盘 所以这两家公司 也是一样在日本市场里面 也是目前最强的股票 所以国巨 水晰会充 外资在 11月的行情里面 已经加码了17000张 筹码控制的很好 筹码控制的好路才走得久 如果突然间经常爆量 那经常筹码乱掉 那可以麻烦的呀 这两天外资买比较多的在望红 连续两天买超旁旁里面 都名列前三名 今天来到34.5 可是面对这一根 这么大的一个套牢 如果没有办法放量来洗的话 那可能不容易过 所以短线上可以卖个一半 下来再减 望红 后面又有的啦 今年的获利3块钱 比去年 1.6 成长了80% 90% 所以没什么结束 外资喊41块钱 我个人认为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所以望红目前 开始进入上涨14天的循环 今天是第5天 第5天后面都还有9天 9天大概还有两个礼拜时间嘛 所以望红目前也是 外资资金开始流入的一个重点 金融股的部分 今天相对是比较弱一点 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当然也没有跌很多啦 就是平盘上下 可是外资一直在加码 一直在加码一直在加码 均控股 在整个买超旁旁里面 金控股都是排名列前茅的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富邦金 富邦金最近外资买了5万多张 富邦金外资的持股高达 1200亿 富邦金今年每股获利 8块钱的获利 股价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不喜欢去说 讲一些太短的行情 因为太短的行情你们做起来 也会疲于奔命 你看最近外资的买超里面 金融股都名列前茅 但也没有 没有人来说金控股 富邦金 后面我认为会是大黑 今年如果探8块 依照历年高点的本益比11倍来算的话 绝对不是40几块 没有那种一家公司 探8块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还低于净值的 富邦金的净值52块 所以富邦金国泰金 今年两家最赚钱的公司 今年的银行股要买只有什么 一定要有受险 因为受险他在转投资的部分 不管债市或者股市都赚大钱 所以对于获利的贡献都很高 那如果没有受险这一块的 那获利恐怕就不好 所以富邦金要特别注意 富邦金要特别注意 这行情如果有下来 富邦金如果有蹲下来的话 富邦金要注意 现在目前短线指标也有点偏高 所以卖对管 卖 等于卖再来卖 我罵我昨天 334 335先卖了 那今天小涨一块半 今天盘中一度来到高点 341块钱 我罵我们说很久的 260 270 都会说起来 中间来回差价也做了很多次 那这次我卖了之后 下来会再买回来 今天 有人拆解iPhone 12的手机 拆解开去看它里面的零件 结构 到底是什么厂商 什么厂商 那发现 最大赢家当然是台积电 因为所有的晶片 几乎都是台积电 代工的 那第二大赢家 就是文贸 因为不管是在 PA功率放大器的部分 在 3D感测的部分 在光学雷达 甚至于 射频元件的深化甲 全部都是文贸 供应 所以文贸 作为了 iPhone手机 第二大的赢家 所以凸显出它的重要性 而且公司要 扩大 资本支出 850亿 相当于20倍的股本 有这种大手笔 后面大行情 后面三年 文贸就去勾 你都不能忽略 我会全身锁定 来来回回 一直 带货员操作下去 所以文贸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 今天国阳 涨了一下 可是不够强 强度还有在加强 可是成交量 比昨天的2000亿 整整多了三倍 国阳在下个月 12月23号 就要执行减资了 在减资前会扭 还是减资后才要拉 我觉得机会都有 我觉得机会都有 这两天广宇 补涨 这很久的勾票 因为净值很高 股价地域净值很多 所以最后有很多这种勾票 股价地域净值 然后就赶快拉上来净值上面 净值21块 已经到了 所以不要去 过度的追踪股票 我不喜欢追那种短线强势股 因为皮股本命 想再抵上去 做想再抵上去 有时候 行情没动你不敢买 动了你追进去又套在高档 所以反正不是好现象 那群联 今天小涨3块钱 群联 暂时也在修正指标 所以不要对官党拉上去 我等下第二步就开始跟你们说了 党拉上去 自己股票 外租花400块 我觉得400块钱不贵 我觉得400块钱不贵 最近在选股上面你一定要怎么样 跟 外资作涨有关系的 一定要外资高持股的 要注意 要注意 我一直在提醒 外资持股63%的华硕 外资持股63%的华硕 台湾 蝉联6年第1品牌 你看获利牌第9名 股价反而这么低 依照它历年高点的本益比 都有12倍到14倍 所以高级今年30块 绝对没在吃 现在怕它没来 怕它不蹲下来 那不蹲下来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用策略的方式 来应对 听懂我来说什么 先买一股 有来得够买 够买一股 外资持有44%的大力光 封关去年是5000 5000下到3000 一张料200万 44%总共输 1200元 在账面上 损失了1200亿 外资不可能摆烂 你看今天外资终于出报告了 拉高 大力光的目标价 3850块 所以外资一定会把大力光拉上来 不是因为大力光 消息面或基本面的问题 而是因为 大力光让外资今年亏了很多钱 那目前账上 44%持股 价值有2000多亿 2000多亿也是很大的金额 不可能摆烂嘛 对不对 那大力光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大力光 大力光太高了 郁金光 大力光要去 郁金光就会抵起 郁金光今年美股获利30块以上 也创历史新高纪录 所以最近法人出的报告 郁金光的目标 有的喊720有的喊780 现在最后就是 半年限 613块钱 183块半年限也站起 就开始冲了 你刚刚讲一档一档就是底部的股票 买底部 你才有机会 赚个30% 50% 我们现在外资作杖50机枪 重炮初击 我专门锁定外资权力 作杖的个股 带你未来两个月 抢50%的利润 抢50%的获利 赚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你有积极想要赚钱的心态 你要付助于行动 那不能 沾钱顾后 不能 有时候很容易退缩 当你退缩之后 机会就从你手中流走了 所以利用 这两天如果有回党机会的时候 我们赶快逢低来 减便宜货 来减未来会涨50%的贵股 外资作杖50机枪 重炮初击 我们的负专线02 2392 3988 02 2392 23988 做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及期效不保 节目未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比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